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则以战国时期游士的说辞书信等为主 这所谓游士就是游说之士 到处游说的那种人 这种人在战国时期特别发达 在战国后期到西汉时期 游说之风特别盛行 这些游说的人需要一定的资料 以共学习 于是就有人集合相关的资料 编成为多种形式的书册 册就是战国册的册 有的叫国册 就说战国册 就是他们编的其中的一种书 战国册开始它没有固定的书名 或者叫国册 或者叫国事 或者叫短长书 或者叫长书 或者叫凶书 就是当时有很多的书名 就是在战国的时候 当时的书名它不太确定 而且呢 还也没有目录 那么这个中国的书 古书有书名和目录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咱们说过的这西汉 后期刘向 刘新父子整理书的时候 他们才把以前很多众多的书名 把它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 固定下来成为这个书的书名 而且把它的这个篇章呢 编成目录 搁在书前边 所以呢 这本书呢 就被刘向的定为 最后定为是战国册 就刚才说了 原来它有好多个书名 或者叫国册 或者叫长书 或者叫修书 等等 但是后来呢 这本书呢 也被简称为国册 国语国册 这样叫起来 好像更亲切一些 但是它的全名 应该是战国册 它的曾有名也是国册 这个战国册呢 不是一个时候 一个人的作品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博书中啊 有27篇和战国册的性质 相类似 其中呢 有11篇 鉴于 金本的战国册 和史记 刘相所编的这个战国册呢 一共是33篇 分为十二国 现在呢 这个虽然现在 刘传到现在的战国册呢 也是33篇 但是呢 显然呢 已经有 有错乱 就是和原来的33篇 不完全一样了 这个情况呢 它比较复杂 咱们就不多说了 第二 这个战国册的 这本书的特点 现在咱们所看到的战国册 既是最早 是智博和赵氏相征的事件 也就是春秋末年 既是最晚的呢 是齐王 齐王剑 入秦 这样呢 前后算起来 大概是245年 这段时间内的主要史实 就靠这本书保存 所以呢 也是这本书的 重要的价值所在 它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它分国际式 比如 是东周册 一篇 西周册 一篇 秦册 五篇 齐册 六篇 楚册 这大家不用记 就是我念一下 就是说它按分国来记 齐册六篇 楚册四篇 赵册四篇 就是它按照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这么分门别类的 这样呢 看起来非常清楚 然后 记每一个国家的时候呢 又按照时间的先后 为次序 所以这个呢 也是这个书的 一个优点 它的这个缺点 就是它这个书的性质呢 原来是游说的人 的学习资料 所以呢 有些地方呢 有诗诗的 比如这个苏秦呢 应该在张仪之后 但是 战国策中呢 夸大它的合纵的事情 而把苏秦呢 提到张仪之前 这是不对 关于战国策 这本书的注释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就是1978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点教本 这个书里边呢 它吸收了 前代的好多种 注释本的优点 而且呢 它还附录了 马王堆汉木 所出土的 博书 战国纵红家书 的译文 所以 这种 战国策的版本 是比较好的 便于咱们学习 它都是 这个 现代白话文 来注释的 战国策呢 咱们要学习的一篇 是叫苏秦 史江 连恒 这个呢 这一篇呢 是选字 战国策 秦策 一 刚才咱们说了 秦策呢 一共是 五篇 这是选字第一篇 战国的中后期 地处东方的齐国 和西方的秦国 互相对峙 争相 统一中国 战国初期 最先强大起来的 魏国 这个时候呢 也越越欲试 至于其他国家 位于齐秦之间 只求图存自保 齐秦呢 对他们 则采取分化 或 拉拢的 政策 正是在这种 错综复杂的 形势之下 战国的中后期 就产生了 合纵 联恒的 政治活动 那么到底什么叫合纵 什么叫联恒 当时 当时就是以 韩赵卫 为主 北连燕 南连楚 叫做纵 我在那边 就是以韩赵卫为主 然后北边 联合燕国 南边 联合 楚国 因为它是 这个有纵向的这种感觉 所以它叫合纵 纵 东连齐或者西连秦 叫做恒 那么合纵 可以对齐 也可以对秦 就联合之后 或者对齐国 或者对秦国 连恒 既可以连秦 也可以连齐 合纵 是合众弱 以公义强 就和 很多弱小的国家 来攻打 一个强大的国家 意在阻止 强国 进行兼并 连恒 是 示意强 以公众弱 即强国 迫使弱国 帮助它 进行 兼并 在这个时期呢 就出现了一批 游说之士 以 全变之术 为各国君主 出谋 划策 他们的学说 适合于合纵的 适于合纵的 就叫纵说 便于连恒的 就叫恒说 历史上呢 就把这些人呢 叫做 纵恒家 苏勤章仪呢 就是纵恒家的 主要代表 苏勤呢 自继子 是东周 洛阳人 他的活动时期 主要在 齐敏王 统治时期 齐敏王呢 就是 公元前 三百 到公元前 二百八十四年间 苏勤呢 是燕昭王的 亲信 为了谋求 燕国强大 在齐国 从事 反舰活动 同时 奔走于 齐 赵 韩魏 等国之间 组织 合纵 攻齐 或者攻勤 公元前 二八四年 苏勤呢 在齐国的 反舰活动 暴露 被齐敏王 处死 咱们要学的这篇 苏勤史 江连恒 记述了 苏勤 当初 刚开始的时候 以连恒 游说 秦 秦 惠文王 不被采纳 后来呢 他就改用 合纵说 游说 赵素侯 从而 深受重用 这篇文章 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 战国中后期 政治和 纵横家 活动的 状况 但是 根据 刚才说的 晚王堆 汉墓 出土的 博书 战国纵横家书 根据这个 博书 纵横家书呢 苏勤 从事 政治活动的 时期 应该是 晚于 赵素侯 秦惠王 文王 二十多年 所以 这篇文章 实际上是 后来 这些 纵横 游说之事 假托的 假托的 一篇文章 就是说 他 借这个呢 来提高 这个 纵横家的 地位 但是从这里边呢 还是能够 曲折的 看出一些 当时 纵横家 活动的情况 因为他 刚才说了 他是 假托之词 但是他 假托呢 他也是根据 当时的 实际情况 来 来写出 这么一段 事情来 所以从中呢 咱们还是可以 看得出来 就是当时 纵横家 活动的 一些情况 下面 咱们看 证文的第一段 苏秦 史江连横 睡秦惠王曰 大王之国 昔有 巴蜀汉中之力 北有 湖河 带马之用 南有 乌山 前中之县 东有 小汉 之故 田匪美 宁英富 战车万胜 奋机 百万 卧野 千里 蓄机 饶多 地势行便 此所天府 天下之 寻鬼 以大王之贤 世民之重 车技之用 兵法之教 可以并诸侯 吞天下 称地而至 愿大王 少留意 臣请奏其笑 刚才咱们介绍的时候 已经说了 苏秦 他最后是 以何仲说 来 说服了赵侯 但是开始的时候 他是 先用连衡 连衡说 来游说 但是没有成功 所以这篇文章 就是苏秦始将连衡 始就是当初 将是将要 当初将要 这个连衡呢 其实不是说 他去连衡 而是说 他用连衡说 去游说 使将用连衡说 去游说 应该是这么理解 所以呢 他最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游说 这个秦桧王 秦桧王呢 是战国时候的 这个秦国的君主 他叫迎寺 这个迎寺呢 他是公元前337 到前311年 在位 苏秦怎么游说他呢 说大王之国 西有八蜀汉中之力 八指的是 现在四川的东部 蜀是指现在四川的西部 汉中 是陕西秦陵以南的地方 叫汉中 现在其实 基本上也还有 这种称呼啊 八蜀 咱们一般说四川 代称四川的时候 就说 蜀八蜀 是吧 汉中 咱们现在有的时候 还说汉中这个词 当然汉中这个词呢 它不是很严格的 而是 大概齐的这么一个范围 汉中之力 力字呢 本来是利益的意思 在这儿是指物产丰饶 北有湖河代码之用 湖河 这个湖 在这儿呢 是指北方的少数民族 河就是咱们说 那个一丘之河 就是 它的形状 像狐狸 毛皮呢 可以做皮衣服 带 是今天的河北 山西 北部的地区 在那儿呢 这个出产马 之用 在这儿呢 是指 这个用字呢 就是指可用的东西 南有乌山 潜中之县 乌山 是山民 在现在四川的乌山县 东北 潜中 是现在 湖南 园林县 西北 当时呢 都属于楚国 是秦楚的边界 这个县子 在这儿 指的是险要之地 东有 小寒之故 小寒 这个小 是山名 小山 在现在的河南 洛宁县西北 寒 寒那是指寒谷关 在现在河南 林宝县的 一带 古书里边经常说小寒 就是小山 寒谷关 这个就说是当时 非常重要的 这个 地点 之故 这个故呢 是指的是 坚固 不易攻打的 地方 所以 也是 显耀之地 这几句呢 给大家翻译一下 苏秦当初 要以 连横说 游说 各国 他劝说 秦桧王 大王 您的国家 西面 西面 巴蜀 汉中的 绿裔 北面 有 少数民族的 和 代国的 马 等 可用之物 南面 有乌山 前中 作为 屏障 东面 有 小山 函谷关 的 险故 田肥美 民音 民音 富 这个比较好 好懂 音富 就是音时富足 战车 万圣 这个圣字呢 咱们已经讲过 很多次了 这个圣呢 就是古时候 称这个 司马一车 叫一圣 万圣呢 就是一万辆 一万辆 干车 奋机百万 奋机呢 本来是 都是动词 在这儿呢 是 活用为名词 就是 能奋机的 人 就是 所以就是 就是勇士 就勇士的意思 卧野千里 这咱们现代汉语里 还这么说 卧野千里 居戏 居戏 蓄积 饶多 蓄积呢 就是积蓄的东西 饶 就是丰富的意思 地势行变 就是 地势和行事 变于 既变于功 又变于手 此所谓天府 天下之寻国也 此所谓 就是说 这 就是人们所说的 天府 天府呢 就是 天然的府库 就是说呢 这个 聚集了很多东西 它不是 人力所能做到的 咱们现在还说 四川是天府之国 这个府 咱们说过 府是仓库的意思 就是上天的仓库 或者说是 上天的仓库 那它这个肯定是 非常的富饶 天下之寻国也 寻在这是强而有力的意思 以大王之贤 是民之重 车记之用 大王之贤 就是您的贤民 是民之重 就是 这个市民呢 主要指的是 起舞的人 就是 战士 车记之用 车 指着战车 戒呢 是指着 备有马鞍 马僵尸和马脚子的 这个马 比如 坐戒 就是这个意思 兵法之教 这个教呢 是教育学习的意思 可以病诸侯吞天下 病是 兼病 吞病 吞天下 也是 和这个病是一个意思 称帝而至 这种好动 称皇帝 进行治理 愿大王少留意 这个少 通这个稍微的烧 就是烧烧 留意 臣请奏其笑 这个 奏其笑就是 臣述 连横的 功效 这几句呢 给大家翻译一下 您的国家 前地匪美 人民 因时复读 拥有 战车 万辽 勇士 百万 肥沃的田野 千里 还有 丰厚的 财务积蓄 优越的地形 便于 攻守 这真是 人们所说的 天府 天下 强大的国家 这个 以 大王之贤 这以在这 凭借的意思 凭借着 大王的 贤民 习武的人 众多 驾驭 车马的熟练 兵法的 讲习 完全可以 吞并诸侯 一统 天下 称帝 而至 希望大王 稍加注意 我 请求 奏上 连衡的 功效 这一段 说的是 苏秦 陈述 秦国的 有利条件 劝说 秦王 连衡 刚才说了 这个战国算 他是以 纪言为主 所以大家看 他 确实是 咱们这篇 就很能体现 这个特点 这个大部分 都是 技术 他们之间的 对话 那么 苏秦说了这么多 秦王是什么 反应呢 秦王曰 寡人问之 毛语不丰满者 不可以高飞 文章不成者 不可以诸伐 道德不后者 不可以使民 政教不顺者 不可以凡大臣 金先生 俨然 不远千里 而停教之 愿以一日 这个 秦王反应 非常冷淡 他说了半天 根本没有 没有说动 秦王 寡人问之 寡人是这个 当时君主的自称 毛语不丰满者 不可以高飞 这毛语 其实就是 羽毛的意思 不丰满者 不可以高飞 这当然是 说的是 鸟 羽毛 没长好 你就不能够 飞得很高 文章不成者 不可以诸伐 这个文章 在这儿 不是咱们写的 那个文章 而指的 这个国家的法律 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不成 就是没有完备 不可以诸伐 诸伐在这儿 是一个意思 就是 惩罚的意思 道德不后者 不可以使民 这个指的是 君主的道德不后 不可以 不可以驱使人民 驱使人民呢 就是 驱使这个人民呢 去作战 政教不顺者 不可以凡大臣 政教还是政治教化 政治教化 没有顺民心的 不可以烦恼大臣 这个烦恼大臣呢 也还是烦恼大臣出征 金先生 俨然不远千里 而停教之 愿以一日 金先生 就是今日 现在 先生俨然 俨然是庄严的样子 不远千里 这好懂 而停教之 这个停 是 名词 用作 壮语 就是 就是在这个秦朝的 这个宫廷里边 来 教诲他 愿以一日 这愿还是希望的意思 希望 就是一日 就是改天再说 就说了半天呢 他 这个 秦王还是不为所动 他认为 他为什么不为所动 他就是认为呢 这个条件还不成熟 他的国家呢 各个方面 无论从财力 从 法令制度 从道德 从政教来说 都 不够成熟 这样就不能够出征作战 这几句给大家翻译一下 秦会王说 我听说 羽毛不丰满的 不可以高飞 法令 没有制定完备 现在 先生您 不远千里 郑重的 在我的 王庭上 教诲我 我希望 改日 再说吧 这段主要说的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秦王认为呢 各方面的条件 都没有成熟 所以 他 不能够 现在 马上出征作战 这节课 咱们就 先讲到这 好 下 哈哈哈 牛 还有